哈啰 大家好 熊本熊又来了 熊本熊在这里 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呢 我现在就是 昨天凌晨的时候我也做一个蛋糕 我用布朗尼烤盘做了一个蛋糕 然后它就是戚风 跟什么的滚合法 就是让巧克力不易消耗的 就是在实验巧克力不易消耗的部分 那现在呢做好的蛋糕 我们总是要吃它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就会 所以我们现在 就来把它做装饰 好做装饰 就把巧克力 就昨天烤的这个蛋糕 把它撕起来 放在这里面 那 蛋糕放好之后呢 那我们的 我们就要先来做巧克力凝酱的部分 巧克力凝酱 这个先放它 那巧克力凝酱 我们前两天有做过 其实就是把加热后的鲜奶油 加热后的鲜奶油 好先放这边 加热后的鲜奶油 然后呢 倒到巧克力里头去冲 这样 然后就这样慢慢慢慢的搅拌它 然后就这样慢慢慢慢的搅拌它 那鲜奶油要稍微热一点点 好 这样子才能够搅拌 有点耐心哈 我们慢慢搅拌它 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些人 他会很害怕的 他会觉得 其实有时候不用急 就慢慢来 那前两天其实就有人在问我说 这个盆子是什么东西 因为看我用好像觉得还不错 那后来我会用的原因是因为说 它其实 它是一个可微波本 可微波的盆子 然后呢 很多师傅都用它来做巧克力的作业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就是 巧克力你一般就是要隔水加 隔水加热 让它融化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其实你可能只需要一点点 那你如果用微波 其实是比较方便的方式 微波是比较方便的方式 所以呢 就会用微波盆 那 这个微波盆 主要就是 它可以进微波乳 废话 当然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像之前我都会拿 家里面的小碗 可以微波的小碗 然后去 去微波 那个奶油啊 或者是 像刚刚的那个鲜奶油 都是这样子去微波的 可是这样会有个问题是 当我如果 那个容器选的太少 那我要用的 那个 鲜奶油的量如果很多的时候 那其实就有可能就是会变成 第一个满出来 溢出来的 那你又想 我就要再去清那个微波乳 然后再者是说 它这边有一个把手 你看我手拿这个把手的部分 它就很好握 那其实微波完之后 整个喷子也不会烫 也不需要再去拿 那个 也不需要再去拿 手套啊 或是什么 来接触它 好 那你看慢慢慢慢的 其实它是可以听你话的 你要很耐心的跟它讲话 那我们做的其实这个就是很简单的 巧克力淋酱的部分 并没有到很高深的起初 因为太高深起初我也不会啦 对不对 太高深我也不会 因为高深住在身上 不是在我们身边的 好 然后 这样子慢慢用 我刚才讲盆子的部分 就是 以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我用了之后 觉得好用 因为就是这个 它就不烫 那像这样子 它有各种Size 可以 可以选择 就是它想来 这个是小的 这个好像是倒数第二个小的吧 这个 然后接下来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那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 然后去做选择 这样 好 好 登登 登登 好了没有 好 那我把这个弄好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移回来 好 我们先 它厚度其实还蛮厚的 那我是在想 到底需不需要切拌 嗯 切拌 因为这个有点大 我们先示范一半的部分 我看看哈 这个片可能会很长 因为我要慢慢做 慢慢做 就可以了 烤凉到容器啊 这些 所以呢 我就先把它切拌好 好 切拌之后 好 直接切拌 好 我看一下它的组织 好 它会上架子 那我就先把它放回去蛋糕里面 蛋糕里面 那这个呢 就先 切对半 先对半 然后我们抹鳞酱 其实应该躺着切啦 但是我觉得躺着切 我会去切歪掉 这样子 OK OK 那这个是 上面 那我们就会先 不好意思 我就算张张好 你就先把 那个 连过来 放在这上面 可以吗 好 好 先张张 好 先张张 好 要进来 好 先张张 那 基本上这个器具 一定要消毒过 好不好 不要太大意 因为那是直接要吃 你碰到的东西 是直接要吃 所以我刚刚手也有消毒过 好 先放心 是我做的东西吧 很奇怪 为什么曾经拍下来文色车 这是我搞不懂的地方 OK OK 好 在这 接着 好 好 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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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叠起来一下 嗯 一点的怠度 其实这个时候 你要注意到那个高度 要注意到高度 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整体平衡的那个高度 然后 最好擦干净 因为我们要拍到它 好 再来 叠叠 叠 然后 想要去尿尿的赶快去 因为这段还蛮楼长的 那不好意思 我不会剪片 所以呢 我就直接一镜到底 所以呢 想尿尿等一下回来看 还是OK的 好不好 不要太紧张 好 那这样子 OK了 我要先把它冰起来 因为呢 我 等一下还在上面做东西 先把它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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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 这时候呢 就 好 谢谢啦 我的器具没有太多 所以 就这样子 那刚刚这样做一看 其实就好 很漂亮 就这样子 先把它送进冰箱 急速冷冻 冰箱就在我后面 那 接着我们来做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你看 高度也是差不多这样 嗯 还蛮 还蛮高的 那我在想做 我们要切它吗 因为我刚刚切的外勾起刷了 算了 我们不要切它 我怕我会失败 好 来 接下来 等我一下 我拿刮刀 刮刀在我们的作业里头 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好 OK 把这个刮刀戴了 记得刮刀也要干净 因为我刮刀要慢慢洗过 是OK的 好 看我用 就是直接这样做 刚是两层 然后这个是一层的 好 直接 把它抹平就好了 好 表面要很平喔 很平喔 很平平 才会很漂亮 好不好 刚刚去尿尿的回来了没有 还没有 没关系 现在夜深冷静的时候 正好工作 真棒 好 再来 其实 你 你准备的那个淋酱 巧克力的部分 一定要足够 不然只有差一点点 就真的很尷尬 那至于准备了多少 我觉得这个 嗯 都是经验值啦 你可以 你可以多准备一些一些 反正它是可以 可以再用的 而不是说这次弄 弄了之后 就不能再用 所以呢 你就大概抓一下你的量 那你可能要记录 说 欸我这次大概是做多少的 然后呢 用了多少巧克力的淋酱 好 基本上我就把它用完就对了啦 因为留着 只会肥了自己 不要紧 好不好 我发现我们平常其实 你看我们平常都很毒蛇啊 讲别人做东西 什么意思 其实你自己说看看 搞不好你做的比他还烂 对不对 不过人就是这样 批评很厉害 但是呢 但是 你要真的做到好就不容易 我讲别人比较快 我觉得 好 没有人是圣灵 好 今天的话题太严肃了 怎么办 好 我要把它全部用完了 你看这个盆子是不是很 还蛮好用 哇塞 巧克力真的是多到爆耶 谁喜欢吃巧克力 谁喜欢吃巧克力 Juice哦 我喜欢 但是我不喜欢 我没有到这么多 好 我没有到这里 然后再到这里 好 好 好 然后再到这里 等下 好 好 我没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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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要的啦 不过就烤完事了 就这样 好 那我再准备一张纸 我们就把它放进 就把它放进冰箱里头去 然后呢 让它急速冷藏一下 没想到柳棕里面包到这么好用 好 OK 好 好 等我一下喔 那我们刚刚的这个在这里 登登在这里 好消化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我昨天在做 那个巧克力咕咕那个的时候 然后 那个 流性不是很好 就巧克力的流性没有到很好 可是为什么今天呢 就 还OK 哦 这个 其实巧克力是可以再用的 你不要觉得浪费 可以把它收集起来 OK 好 这个我们先不理它了 那我们就把桌面整理一下 桌面整理一下 好 不好意思没有性感小助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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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桌面整理一下 先把桌面整理一下 那 做巧克力其实 我刚刚讲那个 为什么流性比较好 因为 我今天用的那个鲜奶油的 跟巧克力的比例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好 啊对了 我又忘记夹久了啦 我怎么好蠢喔 你知道昨天我在做蛋糕的时候 有两个人跟我讲说 诶 你忘记加杏仁粉了 不是 他们一开始不是这样讲 可是我说 请问你哦 那个杏仁粉啊 是因为是你阿州的秘方 所以不能公开吗 所以 所以不能讲说 是什么时候加吗 那有另外一个人 他就说 诶 你杏仁粉没有加 是等一下好完才要加吗 还是怎么样 好啦 我老实告诉你们 是因为我自己忘记 因为我那时候边讲话边弄 然后呢 我就忘记要加杏仁粉这件事情 所以呢 所以我觉得老师都很厉害 你知道吗 每个老师都很厉害 你们必须要讲话 然后你还记得 你现在做到哪个程度 然后还要回答 学生的问题 所以我真的不是一个 不适合当老师 我只能 这边讨完 然后介绍大家 这些东西 好 OK 我现在来齁 基本上我今天装饰就是一个东西 就是 这个 这支彩糖 好 惠和通的 那个精神的彩糖 那我要怎么做呢 你看 其实 我不晓得它已经好料 我想要做的就是 这个装饰其实很好玩 但是 呃 有点像Chanel的感觉 好 Chanel的感觉 好 那Chanel怎么做呢 它就是有一个名牌包 你记不记得 就是有那种 林格文的样子 然后 有林格文呢 然后在中间 画那个顶顶 好 好 那加油 希望我会成功 然后把它做漂亮一点点 我后的蛋糕被我切歪掉 好 这灵魂我们怎么做呢 基本上大概是想这样 就是我希望把它压一个先 喔 天哪 不是很OK 主要是因为它还没有完全冷却 不要拍到我 不是 我应该说不要拍到我傲然的胸部 好 好 其实没有冷却的很好 所以 嗯 怎么办 我们家女儿起来了 好 我必须赶快 我必须赶快完成我的工作 好 请大家记得 因为我现在是有点赶 所以 所以呢 所以 这个 就没有冰得很好 但如果你有冰好的话 基本上这个线是不会 不会打在一起的 好 没关系 下次哭 我有 我有个抬劳 在外面守候 我叫它变变 没听到 抬劳在 红汤了 妹妹不要哭 妈妈坐高高给你吃 好 哇 好 好 OK 那有这个纸 其实你看还蛮方便的 就这样弄 对不对 好 不要紧张 好 妹妹在哭哭 记得 其实这个也太用齿了 但是我后来也发现我们家没有齿 所以我现在用刀子 因为刀子的长度还蛮刚好的 好 OK OK 妹妹没有哭了 看到 台导应该有 有 把它 震住了 妹妹就会这样 叭叭叭叭 妹妹叫叭叭叭 她好可爱 好 OK 好 其实那个 你看我现在线如果压得很深 就会很漂亮 就很明显 有没有 线如果压得很深的时候 好 那但是做点就是 你的巧克力真的要干 要冷却的很好 否则 否则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 你看 这样直线带是不行的 记不记得 直线带这样是不行的 好麻烦 好 我就是一刀这样给它压下去 好 再整一下 有点耐心 好 那就这样 等一下 那边又来了吗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在那个 交错的地方 摆上珠珠 这样够简单吧 好 这是我想到的一个小窗 但是 我不晓得结果上面来 不过我就觉得 如果做成功 应该还蛮有质感的 那里面有苦苦的 我们拍那个 我拍个照片 等一下可以马上分享给大家 我选的是 黄色的珠珠 珠珠 好 妹妹说珠珠 就是她有在店里面看到迷迷珠 迷迷珠很可爱 她就说珠珠 好 珠珠 其实妹妹真的还蛮厉害的 她可以把整个气氛都炒热了 啊 好 好 没关系 都掉一颗 好 就不理解了 这部分其实还蛮 蛮 蛮需要耐心的 所以你看我有拿一个夹子 这个叫做镊子吧 对不对 就是因为这个珠珠很小 你不要期待你要用你的手去弄 不要太想了 那 这工很细 我们绝对要找一个好多工具 对不对 你看像我都强调 我们没有技术一定要有工具 对不对 我们就是靠家伙出来混的 好 差不多就快完成了 这段其实会很无聊吗 好 那我不要讲个笑话给大家听 不要喔 好了好了 不过你们就耐心看我做完好不好 咦 糟糕要掉进去了 糟糕 糟糕要掉进去了 好 小心点 那你记得 要放在比较 确定它不会掉的地方 不然蛋糕这样一移动之后 其实糟糕 就会掉到别的凹子去 对不对 所以你这时候 你也要小心点注意 那这个装饰其实 没有很难 但是呢 工 要很细很细 然后 其实是不适合我这样子的人 因为我很大喇喇的 动作又很大 好 好 看一下画 有没有慢慢有感觉了 像这样 慢慢已经有感觉了 巧克力 咦 猪猪在哪里 猪猪 那彩虹 这个 彩虹其实就是一种画龙点睛 它并不好吃 今天我老公就抓一罐彩虹在那边吃 我心里想说 你是找不到东西吃的吗 没有 它是在试吃那个效果 然后也顺便偏偏小孩 没想到妹妹没有被他诱惑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好吃吗 其实彩虹很难吃 没有到很难吃 但是 它其实是没有味道 好 大概像这样子 OK吗 好 好 这样子基本上 就完成了 好不好 这蛋糕就完成了 那记得就是说 我等它冷却之后再切 因为 像鲜奶油跟巧克力的部分 你一定要等冷却再切 否则你切下去 那个就勾勾带你走 然后整个就很台狗的感觉 那现在是不是边边抽抽 没关系 等冷却就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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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